仪器安装前需确保安装环境符合表中要求 将老化箱奉置到合适的位置 连接电源 安装仙灯主机的进出水管 进水 进水口通过一个私分的水管接头同外部水源相连 排水 外接合适口径的排水管通至室外 注意,为保证正常排水 您的设备排水口水位应低于仙灯主机内部的排水口 将圆形封口放置到工作室正上方的封口上 然后锁好螺丝 打开后背板与右侧门 然后将封口隔板放置到靠后方的大封口中间 然后锁好前后两颗螺丝 再将方形封口罩 再将方形封口罩在隔板上 锁好螺丝 并安装上方的弹封板 方形封口安装完毕 将路由器支架安装在方形封口后方 并将路由器放置其中 将排封管道安装在老化箱排封口上 并将排封管道的排封口安装到室外 第一步,打开工作室前门 即可看到旋转骨形架与安装好的样板架 第二步,松开样板架底下两颗螺丝后 即可往上提起试板架取出 如果需要取其他位置的试板架 旋转骨形架到相应位置即可 第三步,取出试板架后 按下弹片并旋转 即可松开固定夹,取出嵌板 第四步,将试验样本有涂层的一面 朝向灯管放置 将固定夹重新夹好 放置到骨形架原来位置 并锁好螺丝 若部分样板架不放置样板 则无需取出嵌板 检查滤光器表面 取下试板后,因仔细检查滤光器表面是否干净 若有污渍或灰尘,则用湿的洁净棉布擦除 打开仪器的总电源开关 屏幕点亮 BGD860进入主界面 监控界面 点击监控按钮即可进入监控界面 观看机器实时运行状态 界面中实际值一栏显示当前机器运行程序所得的测量实际值 包括浮躁度 内向温度 相对湿度 黑标温度 喷零状态 断时间 程序时间 运行程序信息 灯管输出 及灯管使用时间 设置指揮栏显示当前运行程序所设定的实验参数 报警指示栏显示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报警信息 状态指示栏 加热器状态 门状态 试板正面喷零 试板背面喷零 水槽水位状态 净水流量状态 加湿器及风机风量的工作状态 其中加热器 门状态 试板正面喷零 试板背面喷零 水槽水位 净水流量为开关量 而加湿量和风机风量为模拟量 黄色表示正在运行 灰色表示没有运行 运行指示灯 操作BGD860的三种状态 启动 暂停 停止 设定试验程序界面 点击主界面左上角的程序图标 则进入程序设定界面 试验程序根据用户的选择试验方法 或标准不同而不同 一个试验程序最多可以设定10个片段 每个片段可以设定相应的试验参数 BGD860允许用户任意设置多种试验程序 可任意编制10个试验程序 并预存储6个国际标准预设程序 其中10个可编程程序 每个都可设置10段数据 现仪表1中的试验条件设置一个试验程序 该程序总运行时间为500小时 从此表试验条件可知 BGD860需要循环运行浮罩、喷零两种工况直至500小时 此时用户可选择PE 然后进行程序段设置来编辑此次试验 点击PE,则PE会变成灰色 即可进入PE程序段设置界面 第一步,设置第一个片段 此时,界面显示为断号1-5的设置界面 分别可以设置每个断号的时间 浮罩类型、浮罩度 温度及类型及相应温度 内向温度、湿度、喷零 时间设置 在断号1对应的时间列 点击上方输入时间18 再点击下方选择单位分钟 可选择小时、分钟 浮罩度设置 在浮罩列 点击上方数字输入0.51 再点击下方选择控制点340纳米 也可选择340、420、300-400纳米 黑板、黑标温度设置 在温度及类型列 点击上方数字输入温度65摄氏度 再点击下方选择类型黑标 可选择黑标或黑板 内向温度设置 在内向列 点击上方数字输入温度38摄氏度 湿度设置 在湿度列 点击上方数字输入湿度50% 喷零设置 在喷零列 点击选择正面 第二步 设置第二个片段 时间设置 在断号2对应的时间列 点击上方输入时间102 再点击下方选择单位分钟 浮照度设置 在浮照列 点击上方数字输入0.51 再点击下方选择控制点340纳米 黑板 黑标温度设置 在温度及类型列 点击上方数字输入温度65摄氏度 再点击下方选择类型黑标 内箱温度设置 在内箱列 点击上方数字输入温度38摄氏度 湿度设置 在湿度列 点击上方数字输入湿度50% 喷零设置 在喷零列 选择5 第三步 设定第三个片段 在断号3对应的数据行设定 断时间为0.0小时 注意 当程序执行时 判断到某程序断时间为0时 会直接跳转到 从断号1重新开始执行 剩下的断程序 按照断号3的设定即可 灯前界面为前5个断号程序的设置 后5个断号程序的设置 按下一页按钮 即可进行同样设置 以上10个数字设定结束后 按保存 此时 表示程序P1 依次运行片段1和2 再次结束一个循环 并再次从片段1 依次开始循环 BGD860依次往复循环运行 直到总运行时间 达到总设定时间即停止 第四步 完成实验总时间 在完成对程序P1的设置后 点击设置程序总时间 下方的输入框 输入500 然后按确认 如用户需按照辅照总能量控制实验的结束时间 则点击设置程序总时间图标 将其切换成设置程序总能量 再点击下方输入框 输入总能量值即可 如果用户需要选择其他程序 点击选择程序 然后点击弹出的选择框 选择即可 校准界面 当用户需要对BGD860进行校准时 点击上方校准界面 点击下方登录 即会弹出一个要求输入密码的窗口 BGD860的初始密码 BIU-GED 输入完点击确定 此时界面左下方 当前用户显示为BIU-GED 表示登录成功 手动界面 点击按键手动 则系统进入如下界面 用户可通过此界面 单独开启BGD860的某项功能 用于判断该项功能是否正常 该界面只有当先登主机出现故障时 才会使用 该界面中 只有白色方框内的按键可以使用 平时后方指示灯显示为灰色 表示该项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当仪器出现故障时 需借助手动功能来判断时 点击开启该功能 同时后方指示灯变成黄色 水槽补水 在停机状态下 点击此键即开启水槽补水功能 水槽排水 在停机状态下 点击此键即开启水槽排水功能 试板正面喷零 在停机状态下 点击此键即开启试板正面喷零 试板背面喷零 在停机状态下 点击此键即开启试板背面喷零 试板架旋转 其余按键操作者不能使用 只显示先登主机的某些功能运行状态及参数 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界面及数据导出 点击按键存盘 则系统进入如下界面 用户只需要输入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就可以将这个时间范围内所有的数据全部导出 如界面中所示 开始时间为2020年1月1号12点 结束时间为2099年1月1号12点 那么将导出这段时间的数据 注意将移动硬盘插入BGD860的USB接口后 约5秒钟即可进行数据导出 从U盘导出的数据文件初始名为数据CSV 打开该文件显示数据格式如下 Excel表格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在某年某月某日各个数据的记录采集情况 用户可以方便地对机器运行的情况进行统计和观察 真正实现无人职守 事件界面 当用户需要查看BGD860的事件日志时 点击上方事件按键 则进入如下界面 保养界面 当用户需要查看系统总运行时间 以及灯管使用时间 定时校正计时时 点击最上方保养按键 则进入如下界面 当浮照度校准后 使用时间需清零 当灯管更换后 也需重新输入灯管使用时间 新灯管直接清零 当空气滤网更换后 使用时间清零 当滤光气更换后 使用时间清零 运行BGD860 按监测键 直至返回主界面 点击启动键 BGD860开始运行 如果用户需要中途检查样板 只需在主界面 点击暂停 若需继续试验 则再次点击启动 结束试验 当BGD860的运行时间 达到设定时间时 将会自动停机 若需在试验过程中 结束试验 则直接点击停止 请不启动